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陈志峰 参加今天考古公开课的 由我们节目组面向社会招募的 六位考古学员 欢迎你们 咱们节目一开始 我想就先问问学员们 你们对契丹都有什么了解吗 对于契丹最熟悉的 就还是看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头有个大英雄 一开始叫乔峰 后来叫肖峰 然后他是契丹人这个胸口 闻着一个这个狼头 可能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了 天龙八部 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一处很有名的京剧剧目 叫做《斯郎探母》 讲的是就是北宋跟辽国之间的那个战争 产生的一些故事 你看啊 大家的回答我觉得啊 好像都跟这个文学作品有关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契丹民族和契丹王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我国的中原与南方地区进入了战乱不断的五代十国时期 直到公元960年 北宋的建立才真正结束了这种分裂的局面 而这个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 一个实力雄厚的游牧民族政权 则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契丹首领耶律阿宝基成为可汗 是称了辽太祖 自此辽国开始了长达218年的统治历程 辽帝国幅员辽阔 疆域广袤 它的影响力更是远过西亚东欧 甚至今天俄语中中国意思的发音正是契丹 当时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 也是契丹所建立的第一个都城 正是上京银皇府 在今天内蒙古四治区赤丰市的八陵索旗 临东镇境内 为还原一个真实的辽帝国 考古学家从2011年开始 对辽上京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那么辽上京遗址有哪些重大的发现 辽帝国在历史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让我们走进这座尘封千年的草原皇都 辽上京 好 现在就让我们请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辽上京遗址考古项目的负责人 董心林老师 请董老师上场 欢迎董老师 欢迎您的朋友 刚才您看通过短片 我们才能够感受得到 原来契丹民族那么重要 辽带曾经那么强大 但是您看现代人 对很多朝代都比较熟悉 但是唯独对辽带好像比较陌生 甚至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辽带或者说契丹 它一直是中原汉王朝的对立面 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人都把它当在大汉族的角度 形成了一个偏见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说 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会把契丹和北宋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契丹辽王朝是真正意义上 第一个有效同时控制北方草原游牧地区 和燕山以南的这样农耕区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开启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纪元 我们很想知道契丹这两个字 在契丹语当中它是什么意思 金太主本纪里边他提到建国的时候 金太主玩牙物达说 契丹是取冰铁之意 这个冰铁的意思它很坚固 但是既然是铁它就也会坏掉 只有金是不会坏掉的 所以金朝开始把国号定为大金 它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等于说契丹是把作为冰铁的这种说法 现在是比较流行的解释 这个契丹实际是汉语文献中的称呼 那么它既是民族的名称也是国号 那么现在就关于这个辽朝的国号 通常的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个耶律阿宝基建国的时候 他把这个国家叫契丹 那么到太宗时期 辽太宗时期 他曾经是把这个改成了大辽 这此后到辽盛中时期 他又把这个国号改为大契丹 到晚期的时候 辽道中时期 又浮成大辽 通过董老师的介绍 我们对契丹与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么契丹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又是如何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我们请董老师为我们从头到来 关于契丹起源 有一个美丽的青牛白马传说 这个辽史记载 说有一个神人 他乘着白马 从土河 土河就是现在内蒙古 齿翁式的老哈河 那么向东 然后有一个天女坐着牛车 从平地松林 也就大概现在是科尸科成奇这个位置 那么沿着黄河 就是现在的希腊木轮河 而下 到了木叶山 他们俩交会生了八指 到这之后 形成了契丹八部 那么这事毕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其实真实的这个契丹起源 还是更早一些 我们说契丹竹呢 是东部显碑的一支 在三百四十四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从显碑里边脱离出来 就主要由木寨 我们现在说的希腊木轮河 和老哈河流域这个区域 到了唐太宗时期 那么契丹的部竹首领 就带着他的部竹归附了唐王朝 那么这时候呢 在漠北地区 草原上称雄的是突厥汉国 弱小的契丹部竹呢 虚立避害 就沉浮于大唐和突厥汉国之间 在漠北地区 取代突厥汉国成立的回护汉国 在九世纪中叶突扬消亡了 安史之乱之后 燕云十六州地区 战乱不断 所以唐王朝也无暇管理这个边疆事务 这就给契丹部竹 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的机遇 那么同时我们考虑到 内部条件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政治元物出现了 那就是契丹大帝耶利阿宝基 说到这个耶利阿宝基 他是契丹辽王朝的开国皇帝 他是出生于872年 这个时候呢 契丹部落联盟呢 是契丹氏作为世代可汗的继承者 但是阿宝基所在的迪拉部 也是当时的一个强部 那么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呢 耶利阿宝基的家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和挑战 也就是他的主妇在船里争斗中被杀掉了 他的父亲和他的夫妇们 是兄弟就逃走避难 这时候呢 他的祖母发现耶利阿宝基与众不同 必成大器 就亲自抚养他 当耶利阿宝基长大之后 聊事说他身长久尺 而且目光如炬 然后呢还能提起三百斤重的强功 说明阿宝基是一个机智过人 身体强壮 武功高强的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勇士 那么到901年的时候 阿宝基呢 十年二十九岁左右的时候 他就已经成为了迪拉部的伊犁锦 就是他的军事首长 到了唐朝灭亡的907年 那么耶利阿宝基率领的他的迪拉部 就取代了摇碾市 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主导的部主 所以呢 耶利阿宝基也就成为了克汗 那么耶利阿宝基当上了克汗 那是不是就是高枕无忧了呢 当然不是了 耶利阿宝基当了克汗之后 他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选三个事情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情 他采取刚柔病剂 稳定不同的势力 来巩固他的专制统治 耶利阿宝基 他想效法这个中原地制 当了克汗之后呢 又想建立这个中央集团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想永久地当克汗 这就打破了内亚草原民族的一个传统 那就是三年轮换克汗这样的一个制度 三年轮换克汗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阿宝基统一祖先 他的家族里边的男性 都有机会成为克汗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的直系亲属 就不断地通过叛乱来抗争 到了911年 那么耶利阿宝基的四个亲兄弟 拉格 迭拉 引底石 包括安端 四个人同时反叛 来逼耶利阿宝基退位 但是呢 因为安端七告密 这次叛乱就没有得成 到了第二年 那么他的四个亲兄弟 再一次谋反 但是这次呢 也以失败告终 等到了913年 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他的四兄弟赵反 不只是在想魔法了 而是直接发生了武装暴动 导致了阿宝基集团 也有损失比较惨重 但是暴乱还是被停掉了 即使三次不断地暴乱 耶利阿宝基还是以宽宏为主 他赦免了他的四个弟弟 但是其他人不能放过 所以跟着叛乱的 有三百多人叛乱者 被当众处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耶利阿宝基是镇压和怀柔病师 那么稳定了他家族的 这样的内部势力的抗争 在这种情况下 在916年 阿宝基重新登基为皇帝 称为天皇帝 皇后叫帝皇后 建立了像中原一样的帝国 由一个部落联盟的王国 开始走向一个君主专制的 这样的一个帝国时代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 第二件事情 耶利阿宝基在他夺取正船的过程中 他非常重用汉族模式 来帮他规范国家制度 那么杨家健里边呢 有一个故事叫四郎畅母 老令公带着七个儿子 在金沙山以契丹军大战 最后战败 侍郎扬归 他呢被扶植后 成为了这个辽国的驸马 后来他的母亲 蛇太军 挂帅出征的时候 北宋军和契丹军 两军队营的时候 那么侍郎呢 悄悄地去北宋大营里边 探望他的母亲 我们说这个杨家健 是一个历史演艺小说 但是呢 侍郎探母在辽史里边 确实有其原型的 他不姓杨 他姓韩 叫韩雁辉 这韩雁辉呢 是幽州人 幽州呢 就现在的北京 他是唐朝晚期的时候 这个幽州节度史的部下 但是呢 有一次呢 他出使了这个契丹国 见到耶利亚宝基的时候啊 他利而不贵 所以呢 又惹恼了耶利亚宝基 所以耶利亚宝基 就把他扣留在了辽境内 不让他回去 当时呢 这个他耶利亚宝基的皇后 树立后 就跟耶利亚宝基派主说 说这是个人才 应该把他收服下来 然后呢 耶利亚宝基就找到了 韩雁辉 他们俩深谈了一次 耶利亚宝基确实发现 韩雁辉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就厌命他为参军 成了耶利亚宝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 在事件久了之后呢 韩雁辉呢 就想念家人 想念他的老娘 想念中原 所以他就赴师一手之后 逃到了后唐当大臣 在这个当大臣的过程中呢 他跟后唐的一个大臣 发生了矛盾 他担心被这些大臣们 磨害 逃回了幽州老家 侍奉老母 那么这时候呢 他就想回契丹 返回契丹 他的朋友说 你回契丹会要杀头的 他说 我相信太主一定会理贷于我 不会杀头的 所以他就跑回来期待 那么太主耶利亚宝基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不吃而别 然后韩雁辉说 这个忘记双亲 示威不孝 放弃明君 示威不忠 我虽然引走了 但是沉心一直在您这 所以我回来了 所以阿宝基非常高兴 而且也很重用他 然后给他起了一个 这个契丹的名字 叫侠列 什么意思呢 汉语翻译过来就是 富来 所以呢 阿宝基把他验名为 这个崇丹大学士 正式令 是一个高级官吏 那么我们说 叶利亚宝基 重用这些汉人 规范了契丹 国家的很多的法制 法规 第三件事呢 那么我们就说 叶利亚宝基 登基不久 就开始营建都城 黄都 也就是后来 我们要讲的 聊上经 918年 二月 下诏 营建都城 那么到五月份的时候 他就在黄都里边 修建了 孔庙 佛殿 道观 说明在什么 在聊上经里边 三教并行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行为 那说起来 建孔庙 这还有一个历史故事 那么 说这个 叶利亚宝基 是叶利亚宝基的长子 那么 他是非常宠上中华文化的 等叶利亚宝基 称帝之后呢 他有一次 就问进尘 说 我寿命于天 应该祭祀 有大功德的人 我应该先祭祀谁呢 因为聊朝是信奉佛教的 所以呢 大臣们都说 应该敬奉佛主 然后呢 阿宝基说 佛主 非中国教 然后呢 叶利亚就说了 叶利亚说 这个 孔子大圣 万事所君 应该先祭祀孔子 所以 辽太主 叶利亚宝基 就非常高兴 于是召见孔庙 这就反映了 在建国之初 叶利亚宝基 他就一直是想 宠上中原文化 这个契丹国 定位为 中国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董老师的精彩的讲述 叶利亚宝基呢 作为开国皇帝 而且定都 辽上京 是吧 这个辽上京 后来就一直是 辽代的首都吗 辽代呢 一共有五经 那么这个五经里边呢 我们说辽上京呢 是位于内蒙古的巴林左旗 林东镇 那么辽东京 是现在的辽宁的辽阳市 辽中京 是内蒙古齿峰市 宁城县 辽南京 就是现在的北京 那么辽西京 是山西的大同 这个辽上京呢 是辽代史鉴最早 使用史鉴最长 最重要的首都 其他的市都都是陪都 学员们有什么问题吗 也可以跟董老师 做一个交流 老师您好 因为我们现在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嘛 里面没有这个七丹族 就是我比较想知道 在辽灭亡了之后 这个民族 他们去向了哪里 在这个五十六个民族里边 确实没有七丹族 那么有一个达沃尔族 应该是七丹族的后裔 这个金朝灭亡了这辽朝 那么七丹都去哪了呢 那么实际我觉得有几种去向 第一种呢 就是说中下城的七丹人 他会融合到汉族 女真族 第二走向呢 就是在辽朝晚期的时候 一部分人到了 现在的新疆和中亚地区 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 那么第三批呢 应该是南下的一批七丹人 应该是七丹 随着蒙古军南征到南方 中国南方云南川贵地区 这样的一批人 是远征军的后裔 宝山地区的诗殿县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叫志成是本人 然后他们供奉的主先呢 是耶利亚宝基 他们传承下来 一直愿为自己是契丹的后裔 非常感谢董老师的解答 那么辽灭亡之后 这座都城还存在吗 它是什么命运呢 到了1120年的时候 金兵 金朝的军队 就占领了辽上京 金代的老百姓在这 又用了一百多年 所以直到大蒙古国时期 蒙古兵在1230年的时候 把辽上京的军民 全部迁到了辽宁 现在的北镇地区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 人为的迁徙之举 辽上京才彻底废弃掉了 成了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那这个遗址是 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清代的晚期 清道光年间 就有历史地理学家 在这个地方踏茶 就说这个 当时在踏茶这个 巴林佐齐这个地方 有两条河流 两条河流呢 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古城 当时这历史地理学家 认为这很可能 就是古代的林黄府 林黄府呢 就是指的就是辽上京 后来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法级的一个天主教神府 叫敏宣化 就在1912年和1920年两次 到辽上京 包括齿鹏地区 调查辽带城址的 他断定在巴林旗 两河交汇处的这个古城 就是辽上京 那么1961年的时候 这个辽上京遗址 被批为 中国第一批 传果重点无物保护单位 什么概念呢 当时传果 进入这个第一批 重点无物保护单位的 只有26处古遗址 都有哪些呢 我们大家熟知的 北京周口店原人 河南安阳的阴墟遗址 陕西西安的大明宫遗址 是跟他们一批 包括现在的古建类的故宫 义和园 都是这一批式的 可以看出辽上京遗址 有多么重要 那么1962年的时候 内蒙的无物工作者 就对辽上京遗址 进行了考古的撰探和视觉 那您是什么时候 参与到这个辽上京遗址 的考古发掘的呢 2001年 我开始主持视觉 那一次辽上京遗址的发掘 当时发掘面积 也不超过100平方米 从2011年开始 大规模的 科学的开始发掘辽上京 雄才大略的辽太祖 伊律阿宝基 重用汉人 兴建都城辽上京 那么一千多年后 考古学家在这座 皇城遗址中会有怎样的发现 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 契丹传奇 我们辽上京考古队 从2011年开始 对辽上京 皇城前的门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 到今年 正好是持续发掘了十年 那么通过这十年 艰苦的考古发掘工作 我们取得了 一系列的突破性的考古发现 我们厌史到 在唐王朝以后 中国古代都城 出现了南北两套规划系统 一是辽上京规制 二是北宋东京模式 说起这个北宋东京模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一张北宋东京 汴梁城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它是有几个特点 是三重城环套 中间是有工城 有内城和外城 那么它的工城 是居中的 沿着工城 有一条明确的 南向的中州县 那么我们说的 辽上京规制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可以看到 辽上京的特点 跟秦汉也来中国都城 它的平面形状都有不同 它是南北两个城 我们叫它 日日形的平面布局 那么根据辽史记载 北城叫皇城 是契丹皇帝 和契丹贵族生活的区域 南城叫汉城 是汉人 商人 和住外使节生活的区域 那这样的一种双城制 体现的就是 因熟而至的一种统治理念 辽上京的北城 保存的是非常好的 我们叫皇城 那么这十年呢 我们的考古工作 都是在皇城围绕着 辽上京的布局和阳格 来展开的 发现了很有意识的遗迹现象 我们看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们现在站在辽上京皇城的西墙外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城墙 这个西墙大约有九米高 连接城墙的呢 有很多高企的小土丘 这个小土丘呢 它可以达到十三米高 在这个皇城的四面城墙 都有发现现纯还有四十三座 这两个小土丘之间的距离呢 差不多是一百到一百一十米 这个小土丘 它到底是什么用途呢 它是什么性质的呢 大家可以拆拆看 有知道呢吗 那叫什么吗 就城墙上有很多这种堕口 是不是就是那种警卫所居的地方呢 你拆的差不太多 我们把它叫马面 就是也就是说 在城墙上看见是类似那种敌楼 实际是城市的一种防御设施 它这个一百到一百一十米 这样的距离正好是 弓箭交叉火力的这样控制范围 这是它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我们说一个都城 都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因此说每一座都城 都具有政治性和规范性的特点 辽朝灭亡之后 金人又在辽上经生活了一百多年 那么这一百多年 对辽上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辽上经的布局 我们必须要剥离掉金带的地城 才会逐渐验识到辽上经 它的工程在哪里 皇帝住在哪里 那么理智建筑在哪里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推荐我们的工作呢 首先呢 我们要梳理关于辽上经的历史文献 在梳理过程中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重要的工作节点 同时呢 我们还要需要一张 这个矢量化的 带有地形地貌的种平面图 我们可以保证每年工作的成果 都汇总到这张矢量图上边 那么我们呢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 今天呢 我只举两个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重大的成果 就是我们首饰 从考古学上确认了辽上经 工程的准确位置和形制规模 辽上经废弃之后 金呢 在这儿使用的时候 他只用了外边的城墙 那么对于皇宫 进行了全面的破坏 为我们找辽带的工程 就造成了困难 基于这样的一件事呢 就说我们和考古转探队 每天上工来转探 一个月之后 转探队的负责人 很兴奋地来找我说 董老师我们找到了这个城墙 而且不光找到了北墙 还找到了东墙和西墙 但是呢 我一看他给我这个撤图 我就发现 他这个东墙和西墙是斜的 像一个平行试边形一样 而且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也不太对 所以在北墙墙上 我先打两条探钩 然后再厌微它 向东和西拐角的地方 再进行布设考古的探钩 那么验证的结果 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 北城墙是存在的 东城墙和西城墙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发觉的探钩就是这样的 一条一米宽或两米宽 这样一个长条形的钩 我们就把它叫探钩 那么发现 它这个北城墙是一个 黄色的夯土 夯住的城墙 这样我就跟钻探队的队长说 东墙西墙都不对 你按照这个黄色的夯土 向两边扩大范围 找城墙 继续找 根据我提供的这个思路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 攻城的西墙 那么这样就好办 顺藤摸瓜 继续往南追 有一天 钻探队的队长来找我 面有南设的说 东老师 黄土没了 要找的这个西墙的 黄色的夯土没有了 被一个大坑破坏了 说南城墙找不到了 我到现场 勘察了之后 又仔细分析一下 从我原来视觉过的一个 十字街的位置 往北 这样的一个区域内 重新仔细地在考古转探 那么经历过 艰辛的转探之后 有一天 转探队长又找我说 董老师 我们发现了一条 东西巷的灰土弹 我不敢说是城墙 所以呢 我说好办 我们继续用我们考古的办法 用探钩来视觉 视觉完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地方确实是 攻城的南墙 但是它是用灰夯土 铸成的 然后我们顺着 这个灰土的城墙 验证之后 往西藻 拐角 跟我们确认的 黄土的西城墙 是在一条线上 恰恰在两个 接缝的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晚期的破坏坑 把它俩给分割开了 但是 我们顺着这个线说 确认了西城墙 也确认了东城墙 就把辽尚经 在地下的工程找到了 什么概念 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 清朝的故宫 那么第二个重大成果呢 在确认了辽尚经工程之后 我们就把重心 放到了工程的布局 和朝向上了 那么经过我们的 考古调查 勘探 我们发现 很可能存在一个 东向的轴线 那么我们怎么 要来证明 它是一个东向的布局呢 有三个重要证据 第一 城门的数量 我们对 黄城的东门 安东门 工程的东门 东华门 成天门 西花门 还有前的门 都进行了发掘 发掘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东华门和安东门 都是一门三道 一门三道 什么概念 三个门道 就是帝都的规制 可以记住 三个门道 就代表帝都 成天门 西花门和前的门 都是单门道 这就说明 东门比西门 和南门都重要 是礼仪之门 是应该是它的正门 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 我们对这个东门大街 和这个南门大街 都进行了试据 试据的结果是 东门大街 最窄的地方 是40米 南门大街 最宽的地方 20米 可以知道 东门 至少是 南门大街的两倍 所以说 东门大街 更重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看这张图 很清楚 从东门大街 深入到工程内之后 我们发现了 类似故宫的 太和电 中和电 宝和电 这样 一主 大型的供电子 所以 我们通过了 以上三点 我们就可以 初步地确定 辽尚经 黄城 是存在 东向的中轴线 并不存在 南向的轴线 说到辽尚经 规制 我们简单地说 它就是 日制型的 平面布局 和北城 回制型 环套式的 规划 混搭的 这样一种模式 它这个 北城 住的是 契丹皇帝 和契丹贵族 南城 住的是 汉人和商人 反映的是 契丹统治者 以国制制契丹 以汉制代汉人 这样 因数而至的 一种统治理念 那么 在这个北城里边 又有工程 形成了一个 回制型的结构 这又是 效仿了 中原帝制 这种 黄传至上思想 对后来的 金 元 清 三代 北方民族 建立的帝都 都产生了 非常重要的影响 看到这个 乾隆时期的 北京城 它是 在北城里边 是 满族的皇帝 和满人 八旗 住在北城 把所有的汉人 包括汉人的高官 全部放到了 南城 是借鉴了 聊上经 这样的一个传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董老师 生动的讲述 您一边讲述 我就一边听着 我就想 你说这个 聊上经遗址 它的确非常有特点 它这个城市中轴线 居然是东西走向 我不知道学员们 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 小赵 想说 你说 老师您好 我想知道 就是草原茫茫 那个草原很大 我们这个 在草原上考古 如何确定一个 考古遗址 就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要是 先秦时期的 考古调查 在茫茫草原上 是难度很大的 在沙漠地区 因为它都掩埋在 草原和沙漠之下了 但是呢 历史时期 城址的调查 相对来讲 会简单一点 因为呢 高企的城墙 即使有风时 这个雨晒 但是呢 它还不会全部 埋在地下 有时候它会 突起于地上 所以我们会 很容易地找到 它并不是我们 想象的那样 到处都是天昌昌 野茫茫 风吹草地 现牛羊那样的景象 辽代的房子 是什么样的 它有哪些民族特色呢 这个辽代的 现在房子 现在还有一些 现存的这个佛室 华岩市 还有这个季县的独乐市 那么现在 它的建筑整体来讲 我们认为 都是继承了 唐代的传统 那么它也有一些 自己特殊的 一些建筑 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建筑 实际呢 这是一个骨灰罐 做成了一个 契单原型粘杖的样子 所以呢 你看它有门 有窗 原型的壁面上 还绘制了很多的 动物的图案 它实际就反映了 这个契单游牧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呢 我们在 辽祖陵 祖州城 还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石房子 我们给它叫 祖州石石 它的这个面阔呢 坚定7米 6.7米 那么近深5.3米 高也有3.6米左右 实际 它的外边 原来是应该有一个 木构的大型的建筑 也就是说 有一个木构的大殿 把它罩在里边的 所以那它什么性质的呢 那么我认为 它应该是 耶利阿宝基 临时的停尸房 因为耶利阿宝基 它去世的时候 跟它下仗 间隔了 接近一年 那么是它 临时的停尸房 后来成为了 既是耶利阿宝基 辽太祖的太祖庙 在这儿我也想 给学员们提个问题 董老师他们呀 在辽上经遗址的 发掘过程当中 有一个特别的发现 到底是什么发现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们现在站在 在这个位置啊 在辽上经的西墙上 但是我们回头看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台 这圆台呢 它的直径呢 有五十米 高起地面两米多 它的占地面积 可以达到 一千二百平方米左右 那么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台积 它是什么样性质的 一个建筑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猜测它应该是 和祭祀 或者宗教有关 我在猜想 就刚刚看到一个 那个辽代的那种 圆形的建筑嘛 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就是一个王宫 老师 我猜测它可能是 当时契丹人 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啊 比如说歌舞呀 艳影之类的 一个大广场 那么这处圆形的台积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还是请董老师给我们把 其实是个塔机 塔机 我们看这个 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 看这个三个圆形的 最早的样子 是这样的 进行考考发掘之后 它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实际是三个六边形的塔机 而且都是朝 下边是东 都是朝东的 中间是一个大型的塔机 那么大型塔机呢 实际是石心的部分 我们看到有那个有痕迹 中间那个部分 是一个石心的塔 位于辽上京遗址 西侧的塔机遗址 由三座六角形的 砖构建筑所成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塔机 边长约为20米 对角线直径约为40米 发掘时塔机上 存有柱柱 墙体 倒塌的石柱 地面铺砖等遗迹 考古学家推测 它是由石心的砖塔 环绕的回廊 外侧铺砖的台名 三部分构成 两侧的小型塔机 均配有地宫 地宫开造在基岩中 由通道 永道 宫式 三部分组成 在三号地宫的填土中 发现了彩绘的石雕 射利棺残块 遗憾的是 由于被盗严重 没有找到射利等相关遗物 目前按照考古规范 三座塔机遗址 已经回填 根据它的出图 可以确定 这是三座 辽带的塔机 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说这个塔机 如果这么大的话 这座塔 它得有多高呢 现在因为这个 不太好推断 但是我们把它的台机 跟这个阴线木塔的 台机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阴线木塔好像是六十七米 六十七米 所以这个塔我想 它的体量应该相仿吧 说到塔我就想到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辽带留下来的 很多都是塔 天丁寺那里 有座天丁寺塔 是吧 还有这个赤峰的庆州白塔 对 那为什么这些塔 能够留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辽塔现存 还有九十多座 你看九十多座 为什么会留这么多塔呢 那我想可能还是跟 这个人们呢 对这个佛教的军虫有关 辽朝呢建筑工艺很高 所以建的辽塔呢 也很坚务 而且辽朝盛行佛教 它建的辽塔也很多 还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塔呀 是大家一直供奉的对象 历代王朝都有维修 您说这个 有九十多座辽塔 留到今天 那最高的辽塔有多高 现在最高辽塔就是 内蒙宁城辽中京 里边我们叫一个辽白塔 它这个塔呢 最高现在推测是在 八十一米左右 也是中国第二高的高塔 除了这个塔基之外 这片区域还有什么 其他的发现 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啊 我们就知道 这个区域呢 是有一个占地面积 很大的一个寺院 中间的这个两主 是核心寺院 那么北侧呢 这个是以三个塔基 为中心的 以塔为主的寺院 我们在这个清理这个塔基的时候 发现了有很多泥树碎片 有鼻子 有耳朵 有手 然后呢 还有这个我们发现的 金床座 还有石像 还发现了很闪落的 大量的铜田 那么其中最特别的 在这个西北部的回廊里边 有一处文威盗绝的地方 幸运地保留下来 六君泥树像 这六君泥树像呢 看发掘的时候 产纯程度很厉害 那么我们拿到了 北京的考古实验室里边 进行仔细地拼队 然后呢 复原 复原成 现在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这个盗绝的程度很高 但是呢 唯有放佛像的地方 没被盗绝 这也真是一个 很神奇的一种现象 我今天呢 带来了一件泥树罗汉像 但是呢 是个复制品 3D打印的复制品 不是原件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 把它拿上来 好吗 好的 好的 这个应该是重量很轻 很轻 但实际上 泥树像还是比较重的 还是比较重的 两位学员 小鹏 杨轩 你们俩 你们俩上来 来 进几率地感受一下 来 你们觉得啊 这尊佛像 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佛像 有什么不同啊 我感觉挺生活化的 他说挺生活化的 对 确实 他那个笑还有酒味 对 感觉他不是在传道 他只是在跟人闲聊 对 你觉得这个 起码就是很生活 我们请了这个佛教的专家 我们也一起认证了一下 这都属于这个 辽代的十六罗汉 当时不是十八罗汉 十六罗汉中的一尊 所以呢 你们说的很对 他看着很生活化 因为我们知道 罗汉一项呢 一般都高低深目的 但这个呢 就是很那个生活化 所以现在推特 他是仿照真人来雕塑的 所以这也反映了 这个辽宋时期啊 这个时期 当时雕塑艺术 这个世俗化的一种倾向 他所以会仿着真人 来雕塑这个罗汉象 这是一个变化 好 谢谢你们 到台下就坐 其他学员 还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董老师 进行一个交流 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 都有自己的文字 比如说蒙古族 它有蒙文 满族有满文 那契丹民族 它有没有自己的文字呢 然后这个文字 它现在有没有流传下来 这契丹辽王朝的时候 它通用的也是汉语 那么它也发明了 自己的文字 就是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是契丹大字 看到它是 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 来创造出来的 会议文字 因为是它是会议字 所以这个契丹大字 试读起来就非常难 那么我们再看这边 是契丹小字 它是根据回弧文的 建立的一个拼音文字 它现在看虽然很复杂 但是它可以拆成 不同的偏旁部首 然后像咱们拼音一样 可以组合在一起 根据这个拼出来的音 大体可以推测 它这个字的示意 所以现在契丹小字 试读的量相对多一点 但是整体来讲 契丹文字的研究 现在是中国古文字研究的 绝学之一 董老师你好 就是我们在历史剧中 看见契丹人都是 戴着一个皮帽子 然后两边扎起小辫子 然后在真正的历史上 那个契丹人的装扮是这样吗 契丹人比较流行叫昆发 那么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是辽庆陵墓葬里边的壁画 这是契丹的一个贵族 它是昆发的 那么它这个服装和头饰 是比较特殊的 它这种契丹昆发特殊 然后它的服饰一般的是 园陵左刃 窄袖长袍 所以它这个左刃 也是跟汉服也有点不同 这是它的特色 那么还有汉服 那么我们看这边 汉服就是戴斩脚服头的 那么我们说 其实在文献中记载 契丹皇帝 在重大的典礼上 是穿汉服的 皇后才穿契丹服 所以现在好多戏剧里边 把这个契丹皇帝都弄成 戴上那像你刚才说的 那样的帽子 我觉得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 刚才您提到墓葬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历朝历代的皇帝 一般他们都在自己的 这个都城附近 修建陵墓 你比如说明代皇帝 在北京建故宫 北边 北京城的北边就有十三陵 我不知道这个 辽代的皇帝 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呢 你说得很对 它这个中原王朝呢 都是把这个帝陵 放在都城比较近的地方 所以叫帝陵 进都役 它这样的一种传统 那么契丹人实际是学了中原王朝的这种习惯 辽祖灵 是耶利亚宝基的皇陵 它距离辽尚经 只有二十公里 辽祖灵 是辽代 开国皇帝 耶利亚宝基 及其皇后的灵寝之地 那么它的营建规制呢 在辽代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我们说啊 这个耶利亚宝基 是在平定渤海后 在回途中 于九百二十六年七月 突然驾崩的 尸体运回到辽上京 左近 放到了主州城 那么在 次年的八月份 才下障 那么这个期间呢 它停尸成绩一年多 这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说 它也有一种风俗 跟中原一样的 这种停尸的风俗 那么也反映了辽祖灵 很可能是 辽太祖耶利亚宝基 驾崩之后 开始营建的 那么辽祖灵 是位于内蒙古 巴林佐奇 临东镇 这个辽上京 西二十公里的 这样一个地方 当地呢 叫石房之嘎叉 这嘎叉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村的意思 在这样 它北边的 一个山谷里边 那么辽祖灵呢 是一个风水极佳的 这个一个宝地 那么在中国 历代帝王陵中 也是屈指可数的 辽祖灵呢 实际它是 一山伴水 背靠着大兴安岭 那么四面浑山 只有在东南方向 有一狭窄的出口 那么我们说 在这个 它的出入口的南边 还有一个曼崎嘎山 这个曼崎嘎山呢 它的南边 有一条沙利河 我们说 在从这个 勘语树里边 它的风水是 头等青山脚踏川 是吧 这个它是符合 这种勘语学说的 它的市面 不仅环山 而且在西侧呢 有三道山岭 向东延伸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 也就是辽太主 玄公所在的 这道山岭 是从西侧 山峰的最高点 向东延伸 像一条卧龙一样 龙头的位置 大体相当于 整个陵园的中央 那么在这个位置 开着了 耶利亚宝基的玄公 也就是 耶利亚宝基 就是埋葬在这里边 是着山为陵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那么因为 国家规定 对黄陵 是不能发掘的 所以耶利亚宝基的玄公 我们是不能做发掘的 那么这样 我就确定了 我们的工作目标呢 就是要搞清 这个辽主陵的构成 和陵园的这个布局 那么我看这张图 这是我们的一个彻图 首先呢 是在它最东彻 有两个圆形的 点是雀台 是智原的小山丘 我把它确认为是 整个陵区的一个入口 那么顺着这个雀楼进去 就是主州城 是它的凤陵驿 看护陵园的这个一个地方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陵园 然后外边呢 还有以太祖进宫碑楼 还有这个圣中殿 为代表的济世的地方 济世区 同时呢 还有我标注的叫 陪赏墓区 说这四个主要部分 那么它的核心呢 当然就是辽祖陵的陵园 我们通过考古的 转叹视觉 包括发掘 就基本了解了 辽祖陵 是一个口袋形的山谷 四面环山 那么在山口上 只要有祸口的地方 都会有石墙来封堵 反映了这个辽祖陵 是有明确的规划的 我们说它天鹅合一 这都是规划者 把大布拉格 这个辽祖陵 这个山谷 它的 致言的以离风光 跟人为的这种规划 来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另外呢 我们说辽太主啊 他这生前叫天皇帝 史后呢 他叫生天皇帝 然后呢 我们在祖陵的山后 我们就发现了缺口 我刚才讲了 只要有缺口的地方 都用石墙封堵了 那些都是致言的 只有这个地方呢 是人公开着的一个缺口 恰好在辽祖陵的 玄公后边 那么辽史又记载 辽祖陵有天梯山 那么我认为 这就是辽祖陵 里边的天梯山 也就是耶利阿宝基 升天的通道 升天通道 通完之后 又把这个上边 又封堵了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地方 通过今天 对辽上京和辽祖陵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 这个介绍 我希望 让你们能对这个 契丹辽王朝 作为中国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 能有一些 些许的改变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契丹辽王朝 对于中华民族形成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 这个契丹辽王朝 是从汉族小中国 到多民族一统的 大中国的开始 我们说 这个契丹辽王朝 是汉人 为多数的 这样一个王朝 那么他呢 长期占据北中国 和南边的五代北宋 形成了第二次南北朝的 这样一个局面 对于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 对于现今 中华民族国家 版图的奠定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二呢 就说 这个契丹辽王朝呢 作为中外文化 交流的一个窗口 他也做出了 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么辽上京呢 也是草原 石头石之路的 一个重要节点 那么当时 刘传着一句话叫说 无闻中国有北宋 只知契丹即中国 那么这实际 就反映了 当时这个契丹 在西亚 中亚 包括欧洲地区的 一个影响力 施拉夫语族里边 用的是契丹 来代表中国 那么在这个 十三世纪 有一本 这个阿拉伯的 那个兵书 它里边曾经把 我们世大发明的火药 称为契丹花 这也足以反映了 这个契丹王朝 作为中国代声 在世界的一个影响力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董老师 今天非常生动的讲述 让我们对原本 有些陌生的契丹民族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应该再一次 感谢董老师 谢谢你 同时也感谢 各位来到现场的学员们 也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让我们领略了一个 草原民族的传奇 从辽太祖耶律阿宝基英雄的一生 我们不仅看到了格局独特的 辽上经遗址 看到了风水得天独厚的辽祖灵 更走进了那个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 辽国已经不再是陌生的朝代 契丹也不再是蛮族 他们都是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在中华文明的传播和中华民族的融合中 他们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